因为我跟美迪合作的时候 我已经60岁了 我有很多同学同事已经是要退休了 我觉得这个退休生活 最往来说不是我要的生活的 到了60这花甲之年 一些人已经或正规划着退休生活 然而黄光正却选了一条 跟同龄人截然不同的路 在面临LG收回代理权之后 他专注寻找适合大马市场的中国家电品牌 为自己的事业版图开创了另一片春天 那么很巧的 可是我们还在摸索 我说一定要继续做下去 那我去中国也是考察了很多其他的品牌 刚好那时候美迪 中国美迪也决定要冲出海外 因为中国政府鼓励当地的西亚 你们要做世界领导的品牌 一定要冲出海外 美迪那时候刚好也有这个意思 当我跟美迪合作的时候 我在LG之后有很多好朋友 他都观世的很好 不止一个 很多个跟我说 老黄啊 你是不是发烧吃错药啊 真的 中国的东西你敢拿来玩啊 因为那时候中国的产品 那时候手机什么都没一样是出名对不对 我跟我的团队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有目标的啊 第一要有决心嘛 我说我要带领美迪的产品 你们有胆量跟我来一起拼嘛 他们说没问题 我这个五六个核心的高层 对吧 没问题 为什么他说我们间接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韩国人跟我讲了那句话 你们的团队在马来西亚为韩国人创造的律师 但我们的团队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在马来西亚为中国的品牌创造律师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开始的第一天 就是以这个作为目标 坚定不移的 这个目标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黄光正正是带着心中不灭的火焰 披荆斩棘 一步步将美迪推入大马主流市场 除了占一席之地 也逐渐获得肯定 避开这种高反力高费用的大客户群 跟这个大年锁店 因为费用太高我们趁着不及 肯定没两年我们就完蛋 哇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以那个策略来冲 肯定我们的先锋部队还没到 两场子已经干了 我们死在征途了对吧 我们就很马上就转换我们的战略 我们也是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来做美的 我们最初的八年 八年这个很长的八年 我们主要是在马来西亚的二三线 比较小的城市 跟大城市里面的小客户 大客户不来嘛 就这样一步一脚印 一间一间慢慢地打基础 当然讲是很简单的 就这样就起来 可是那个过程里面 是很多很多的博者 要要这边的团队要有战斗力 那么客户群接受 那么中国那边的 所谓的个别事业部单位 也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支持 所以现在不是我们在讲 而是我们的客户事长在讲 我们真正的好像是 给中国牌子在这边创造了律师 所以我是一个坚信 你只要口干 你目标锁定了 你努力地去做 还有我后面有这个棒 诚信你一下 所以我强调跟我的团队说 人是很奇怪的动物 当你被逼到一个角落的时候 好像忽然间你又聪明了起来 会有绝招跑出来 不过主要是什么 你自己的脑袋 你要随时准备去调 来适应不同的环境 一成不变 你死定 因为市场在变化 世界在变化 什么都在变化 这个奖项对我们的认可 我跟整个团队说 这个肯定是一个团队的 一个做出它的结果 我相信一个人 不管你精力多好 能力多强 一个人是什么东西都办不到 什么都要靠个团队 这个认可真的是鼓励的性质 非常的大 如果是老实说 如果是我觉得 人家知道我们美丽是怎么样做起来的 我相信对其他要做企业的 会有一些小小的鼓励的作用 我相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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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